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現在美國的情況 美國的股市 很多人都覺得美股 不斷在高位培回 現在美股 今天又升 跟距離最高位差1% 很多地方 納指也不夠1% 納指跟最高位 很快會再創新高 在 那麼瘋狂的年代 很多人都會問 是不是危險呢 是不是會爆煲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股市爆煲有甚麼先兆 我們先看看歷史 以往曾經有人說這個 擦鞋童理論 擦鞋童理論是什麼呢 就是指 你去擦鞋的時候 當然現在沒有人擦鞋的 很少的 當年經濟大蕭條之前 1929年 連在街邊幫你擦鞋的小童 都跟你說股票 跟你說狼狼上口 哪些股票也好 他也有份買股票的時候 人們就會開始擔心了 當時的 基金經理 又或者不是基金經理 而是銀行家 就察覺了這個問題 他們說收入微博的擦鞋童 都會和你 談論股票 又或者是把他們收入微博的錢 把他們放在股票上 因為覺得買股票就會贏錢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叫做全民 街股 全民都在談論股票的時候 大家就要走了 因為已經是接近一個爆煲邊緣 那麼究竟現在的美國 是不是全民街股呢 是不是全民在談論股票呢 這件事情 我們要 橫觀一點看 我們在分析之前 講這個 當年1929經濟大蕭條之前 記得支持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在YouTube 當然就是幫我們看 支持我們出過的短片 不是短片 是節目 我們在2月4日 一口氣 將我們 過往七日 的視頻 全部丟出來 包括有45節 加上我們本身的2月4日的節目 是有56節 55節 四十多節再加 47節才對 7日加上47節 星期二月4日就有9節 加上56節 超過百萬的視頻 但是 很多中間的 尤其是1月30日 1月30日那兩天 特別沒有甚麼人按 少些人按 可能沒有時間看 可能題材不吸引 希望大家 都看回這些節目 每一集的節目都看回 或者幫忙按一下廣告 按廣告很容易 如果看到一些很長的廣告 你卡進去 把廣告調到沒有聲音 讓它播出 不用看的 因為你一按 一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彈出那個廣告的連結 你能夠播放就可以了 不需要 浪費時間去看的 手機就沒有辦法了 手機是做不到的動作 只能在家裡用電腦 好了 究竟現在美國 是不是全民皆股呢 是不是全民也是談論股票呢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證實 因為現在 全世界的Lockdown 全世界的Lockdown會出現現象 就是大家在家裏做甚麼呢 不知道 因為以往我們看的 股票 是不是 連斯拉那些全部都圍在中國銀行 在中資銀行的股票機那裏圍著來看 大家都知道是全民皆股了 當你 去到股市大跌 所有的 這些斯拉 圍著這些股票機狂禁 狂打電話 然後走到櫃桌子 939替我把股票撒毀了 中人壽跟我指蝕 當你看到這場面的時候 市就到了底 因為當所有斬倉盤出來的時候 當指蝕盤出來的時候 就是 股市最虛脅的時候 當股市最虛脅的時候出現 就是反彈的時候 不過這次 大家見不到這個情況 因為銀行 不會讓你聚集那麼多人 而且大家的防疫問題也不敢 也沒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以前我們炒股票很麻煩的 我們又要安裝那些PAN 買股票機 那個爛鬼機又慢 又不是說看得那麼多東西 那麼 我們就要安裝一部 安裝一個Apps 安裝一個大利市機在自己的電腦上 那時候說90年代炒股 真是複雜了 當時利用電話線去上網 只有56K 會斷線的 而且還要很貴 還要500元上網 然後另外那個大利市機也要給幾百元 而且還會經常斷線 我們也要這樣炒 當時97年 那麼我們97年的情況就是 我們去茶樓飲茶 點心的 那些部長 那些阿姐 送點心的那些阿姐 酒樓那些部長 幫你斟茶好 你打開一份報紙就是講股票 旁邊的講股票 你在喝茶的講股票 全個酒樓的人 都是在講股票 當時我們在中環 在那個 亞歷金國 我們每天去喝茶 整個酒樓都是在講股票 聽不到其他話題 當時最流行炒國企股 當時炒甚麼呢 上海石化 北京煙化 馬鞍山鋼鐵 安鋼新紮鋼 江西銅 然後 洛陽玻璃 哈爾濱動力 炒這些 全部都是炒這些 各國企的 然後又炒北京控股 招商局 炒紅炒國企 當你見到你身邊的人全部都在談論股票的時候 真是危險 那麼現在 其實這個情況很難估計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用手機上網 太方便了 一部電話 看到股價 又不用麻煩 而且每個人都在家裡炒股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為甚麼港交所創新高 港交所現在變成甚麼股票 他已經不是一隻 交易所股票 他是亞太區最大的網上賭場 而且是 香港政府開的 網上賭場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馬會上市 你說是不是會上市 當然會上市 獨家代理啊 執夠硬 現在香港的港交所 就是等於一間網上馬會 而且 一個星期被你賭五天 所以那些豪賭股不升 但是港交所升到一聲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港交所已經變成了一間亞太區最大的網上賭博公司 是合法的 大家可以在那賭錢 每天都是賭博 每天都是賭博 每秒鐘幾十萬上落 所以他有甚麼理由那個價格不升呢 反而澳門的豪賭股全部都不升 因為他開不了檔 他開不了賭 沒有客人來賭 而香港的股票 一個星期賭五天也能賭 而且收了市你也可以在場外 場外也會殺了你的 晚上又有夜期 你想一下 他是不是做了很多生意呢 他是不是 側硬的呢 當是網上賭博公司 那你又有甚麼辦法不升呢 現在我們想看的指標 我們沒有辦法看得到 因為你看不到銀行 有些阿嬸唯賣在那裏看股票 你不知道他買甚麼股票 你只能夠 用其他方法去看 因為現在時代進步了 變了 現在那些人裝富途 富途牛牛 已經是 全部網絡的年代 而美國也一樣 這次 可以看到散戶最大的收音就是在GameStop那裏出現 GameStop 現在是報$53 跌到一跌了 從400多的增加下來 一路跌 跌到80多個百分比 之後會怎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看不到他會怎樣 這個跟1929年經濟大消息之前的美國 有些不同 因為互聯網世界 其實就是 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周期會很短 因為那些人太快了 一批人輸了 又有另一批人進來 一批人輸了 又有另一批人進來 這個跟澳門當時的蒲驚一樣 當然現在不會啦 以前澳門蒲驚很邪的 因為只有他一檔東西 他那些顏色很邪的 他一開裝就一直開大 一路開大 當你那些人不信邪 當然有些人不信邪的 而且不是一個 只是一堆人不信邪 沒理由的 開了五舖大 這些舖都開小了 買小了 然後就在地上舖 然後就輸了 再賭 再輸 一批人輸了 輸了四口 不行了 九舖大 不賭就輸了 有另一批人進來賭 由第十舖開始輸 繼續買大 繼續買小 沒理由九舖大也不開小 第十舖 第十一舖 十二舖 都是繼續買小 又開到十五舖大 這批人輸了 試過 連續輸四批人 開到二十多口大 一直都不小 終於 有一個人 一直 他也是買小的 突然間 他就拿錢出來買大了 轉軚 那一批就可以大了 三條路 全都夠大了 全部都輸了 家屬謝禮 全體起立 這是代表甚麼呢 那種咬頸 現在未必會再出現了 澳門開放了賭權 當機要員的攤分 開的時候就沒有那麼邪的 不會全聚集在一個地方 因為就算說有鬼也好 以前那些鬼只在蒲徑 或者是回歷 現在 那麼多賭場也有鬼 變成沒有那麼邪的 這個可能是一種解釋 但是 現在的股票 就真的是 比較相對於 難以跟1929年的時候的比較 只是這次據說有380萬註冊的reddit 討論區 就有大量的網民留言 即是 美國的炒股人數也多了很多 也有幾百萬 那這幾百萬 你是看得到的 香港也一樣 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的始終 經歷過一場 革命之後 然後 再到 疫情 大家都躲在家的時候 現在散戶的那個生態各方面 相信是難掌握了 而且這次 還有 加上大陸因素 比如說有北水落到來 你變成了很多種因素 混合之後 你是否決定它是到定了 或者是否已經接近爆煲呢 我看又未到 如果你說美國方面又好像未到 因為他的業績又好 香港也好 香港現在只是炒大陸概念 其他的傳統股票基本上是不能升的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以往那些壞了的 石油股已經不能升了 電信股 也是玩完了 銀行保險也是不行的 以往 香港人最熱衷炒的股票 全部都沒有人要 現在只是炒大陸概念股 專門炒大陸的新股 專門炒互聯網巨企 互聯網一定會覺得 好像沒有實體的東西 不值得買 騰訊哪裏值得那麼多錢 剛剛快手上市 暗盤現在說三百多元 一手賺兩萬多元 抽到就賺了 很難抽到的 是不是 那麼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其實是十分之複雜 你說是不是會爆煲 我也不敢說 但是 美國那裏有一點 危險就是這次的Gamestock事件 真的有一點危機 滲透了出來 這個恐懼 我們 想說一些1929年 但是 時間不夠了 我們接下來就看一節 說一下當年1929年經濟大蕭潮之下的情況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